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中国70多名学者联署改革共识倡议书 推动政治改革 深圳王世华高科技公司员工游行抗议与警方冲突 广东佛山市城管暴力执法引发群体事件 陕西全能神信徒与警方发生街头对抗 湖北武汉陈明职业上千员工游行抗议堵路维权 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大批访民在北京南战集会 试图前往毛泽东纪念堂被公安带走 广西大兴县新牌村村民抗议征地被公安抓捕 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升级封杀VPN虚拟专用网 四川大地震维权代表李一前被判刑五年 罗马天主教教宗本堵十六市呼吁中国新领导人尊重宗教信仰 香港之联会圣诞游行要求释放刘晓波 中国警方摧毁拐卖儿童犯罪团伙 救出89名被拐儿童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